今天又开始变天了 尤其北部气温明显的下滑 气象局预估到了明天 强烈大陆冷气团报道 紧接着周五到周末这段时间 都可能会是寒流影响的天气 这低温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 最冷的时间点预估在周六跟周日的清晨 北部低温大概9到10度 空旷沿海地区有机会下降到7到8度 而南部地区低温也可能只有11 12度左右 天气冷嗖嗖的 加上明天就是冬至了 也让汤圆老店买气超旺 一锅又一锅的汤圆在大锅里等着被分装 老店的熟汤圆订单接不完 深汤圆也卖到手软 民众整袋整袋的班买气相当旺 即将迎来冬至气温再度下滑 周三开始变天尤其北部感受最明显 这一波水气来得快去的也快 在今天晚上之后水气减少 因为是一个气温下降的过程 这一波的冷空气强度是没有前一波 那么强 不过因为这一波是属于干冷的形态 夜晚清晨会有辐射冷却效应 冷空气接力气象局预估 周四强烈大陆冷气团还只是前菜 周五开始寒流发威将一路冷到耶旦节 中部以北低温可能来到9到10度 低温空旷区下坛到7到8度 南部低温预估也只有11到12度 虽然下周一开始回暖 但气象局预估后期仍有冷空气南下 因为现在其实已经是进入比较冷的冬天了 就是农冬的季节12月到1月 我们本来就是会北边会有一波波的冷空气南下 那你现在资料看起来 下周一二之后气温稍微回升 可是后续还是陆续可能会有一些 北边的冷高压南下带来一些冷空气 气象专家彭启明也在脸书解释这一两波 在北半球的冷和复北极震荡有关 不只东亚突然变冷 很多地方都显著大降温 如果遇上水气就会下大雪 是冬天很麻烦的天气系统 保暖工作得更加确实 既然周一节的报道 天气持续冷嗖嗖的 今天清晨在和欢山松雪楼一带 下起了难得一见的冰线 不少旅客不为低温跑到户外一堵美景 而这冰线短短下了5分钟 就让山区的景色变得一片银白相当漂亮 抬头一看天空下起如雨一般的阵阵冰线 户外瞬间成了银白世界 民众不为低温冲出户外就是要一堵风采 21号清晨6点50分左右 山区低温加上水气足够 和欢山的松雪楼一带突然下起冰线 短短5分钟就让车辆像是盖上了一层白沙 另外在水晶路段也出现路面结冰的状况 而景色更是整片白茫茫 冷空气持续南下 不止北台湾冷嗖嗖 中南部以及山区气温也持续下探 游客想上山追雪也得要看水气状况 冷空气逐渐南下的影响 在各地都有非常安冷的温度 而高山也是有容易有路面寄冰 以及局部降冰线或雪的现象 提醒民众 千万高山务必注意路况 小心安全 从上周末开始全台明显感受到低温 而周四也将会有一波冷气团报道 恐怕会一路冷到周日的圣诞节 民众若想上山追雪 务必要加强保暖工作 并要注意行车安全 记得正如辰南投报道 再过四天即将就职 苗栗县长当选人钟东景 突然被地检署提出当选无效之诉 钟东景上午举行了记者会反击 他认为司法根本是选择性的办案 强调宪政交接跟运作不受影响 而民进党落选人徐定真则表示 将会跟律师来研究 是否提出自诉 明来县长当选人钟东景 上午特地和委任律师 饶思琪召开记者会强调 竞选期间严格要求竞选干部 不要介入会选行为 而这次遭检方查获会选 因而起诉的诚心被告 和他并没有实际往来 非常有信心 所以不可能在任务地区 去做摆断的行为 司法是这一地最后的一道途线 如果当这道途线 律师则指出 这是一场不公平选择性的办案 选前苗栗纪检署 刻意配合有心人士 操作白手套案件 当中东景获得了胜诉 苗栗纪检署不但没有签结 或做出不起诉处分 选后检察官在完全没有 对中东景有任何侦查行为下 禁止提出当选无效之诉 可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是选择性的办案 既然你敢对这个 用政治性的案件来提 那你就来法院面对这个事实 针对检方突如其来的举动 民进党县长洛雪人徐定真 也表示他正在评估 建议我要提字数 那这个部分 我想我还是跟 我的律师团研究之后 再做定夺 中东景律师团将向法院 申请探验全部证人被告的录音 同时比对征询比录 如果有记载不实将移请检察官 评件委员会 并且向监察院陈情检举 对此苗栗基检署则回应 在充分证据之下提起当选无效之诉 并没有违法滥权之事 在就职前夕后续发展令人瞩目 记得张新杰苗栗报道 台南雪甲88枪击案还没有破 没有想到民进党市议员 吴通龙的服务处又遭人枪击 这玻璃窗户上留下了明显的孔洞 警方踩正发现现场没有遗留子弹 孔洞也没有火药反应 初步排除是一般枪械所为 不过台南市议长选举在即 如今又发生了枪击案 警方不敢大意 窗户上一个原型孔洞裂痕延伸四周 形成蜘蛛网状 触目惊心 雪甲88枪击案还没破 竟然又传出市议员服务处遭到枪击 保险会给人打电话给我老板 说你们玻璃有破洞 早上老板娘我上班的时候 老板娘告诉我说叫我找一些 这回枪击地点就在民进党 台南市议员吴通龙服务处 20号深夜服务处突然警铃大响 保全巡视意外在二楼玻璃窗 发现可疑弹孔立刻报警处理 警方拉起封锁线 仔细踩正 不只没在现场找到子弹 窗户后方木板也没痕迹 就连孔洞都没火药反应 用铜跟铅来做检测 初步结果是呈现阴性的反应 很确定的是排除枪击 就经过的人车初步来发现 都没有下车的形态 初步排除制式火药式枪支 至于是否为瓦斯枪空气枪 或是BB枪甚至弹弓 都要进一步厘清 台南市议长选举在即 爆出市议员服务处遭到枪击 时机敏感恐怕还得深入调查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导 最后一整个个人的 点燃 地点燃 给大家看 您的颜色 在您的颜色 集中 不管处理 您还能所有的颜色 站标 接下来 该阶段 感谢观看